如果不跟紧现在的舆论形势 你都不知道现在发生的是什么事 这条上了热榜的词 词条叫做 万柳书院开发商已经被称为执行人 因为欠五个亿 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这个还值当上什么热搜吗 这个需要补课 补课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 这里有一个红粉头子 叫明德 这是那种爱国的了 爱一切 反正国周边一切都爱 他提一个问题 他说一个万柳书院 这个小区这里 房价要三十万块钱一瓶 请问这里住的都是谁 住的都是被你割送的那些人 明德先生 要不你演侠呢 你要有眼你不就知道了 你要倒霉 你对你的组组织怎么表示不公 然后这里 说近日有网友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其实眼睛没露脸的 就是好像穿着个皮裤衩打球的 只不过视频所带的地址呢 是北京豪宅万柳书院的地址 而引发关注 大家都对他的家庭条件表示羡慕 称为叫做万柳书院少爷 也有人表示呢 说该网友啊 的走红啊 折缩出目前的不正之风 哎呀 什么不正之风 他是真实表现 有人呢 就认为啊 这是自我奴化 哎呀 你这个 是自我呀 还是被强制啊 还是被软化 不好说啊 等等啊 就是现在出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词条 叫万柳书院啊 这次的这个呢 是据说是万柳书院的少爷啊 露了 那里露 那个叫出现的人叫做万柳书院少爷啊 叫万柳书院的小姐 哎呀 媳妇无数 哎呀 被打赏无数 简直是火的不得了不得了的 简单的说 这个就是啊 这个万柳书院少爷这个 的问题 是吧 这个永远有我们不知道的好多的故事在这里啊 被年轻人们追捧 年轻人们真的是不得了 有希望啊 年轻人们啊 厉害你们